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恭喜你 谢谢 我想你都听很多了 对 那又要 算不算抢办公司 都不到你们抢了 没有 我只是被安排 我很乖 闭党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坐 我们有很多问题 作为新一年 很希望可以问一些 新任的议员 怎么看香港的政局 因为当选了之后 我想那个压力就真的来了 要交功课 那如果 问一条最标准的 你有机会抽到第一条 口头质信 会是问什么呢 甚至会抽到动议 那已经有没有想过 问些什么呢 有啊 我自己自然做区的时候 就想撿个海水臭味 一直都搞不定 这件事其实很重要的 是 那我自己想搞了这件事 我们叫什么 我们这个城市叫什么 香港 就是了 当然是很重要的 真的搞不定 因为之前政府说过 有很多方案 也都扔完钱 做完出来 都是没用的 其实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究竟搞什么呢 其实要找 reason 都找了十几年 是 那是否真的有了去呢 那 就是自后撿起这些 就是对市民来说 其实都挺重要的 这些事情 这个不单止是民生的问题 是的 那你想想 臭到开不了窗 是啊 那你给这么贵的海景 是的 真的很不合理的 但是 不用 我试过有一次 他们说突然间有很臭味 不知道是什么 我直接是 逐个渠趴在那里 不是 驾车走了几个地方 但也搞不清楚 现在还不行 疫情 你怎么敢闻呢 全地海景比内蒙更便宜 这么大 这么大 真的搞不定 所以是这些 不知道区区的 还有你这个问题 就是很典型 我觉得新世代的议员 可以为社会带进来 因为 听起来就是 我闻到很臭 嗯 实际上那种复杂性 就是风向 地区 究竟是哪里 是的 是的 就是有很多科学的元素 在里面 这个也是我们 为什么这个节目 要放一个 钟 因为我和Gary 就谈 如果我们再做 时事节目 2022年 又完善了选举制度 是吧 接下来又要看 特首选举点 那可不可以用一个 新的框架 塞住那些时事呢 那当然 塞下去 还要钟它 就是 硬碎它 硬碎它 让观众看完 是可以消化到的 而不是喊口号的 明白 而这些东西呢 Gary都听过很多次 就是 pe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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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文是什么 中文 真的 是 或者有人叫做 缸的 或者缸的 不过不要紧 发音不是重点 pesto 都是一些 比如读工商管理碎士 政策研究 会用的一个宏观框架 pestel 或者pestle p就是政策 policy e e e 经济元素 很贵 可不可以选择便宜些的方法 社会 刚刚说的 民生 t 技术 是 要放弃 秘密 技术 而且你刚刚说的东西 都跟我们今年会做多些有关的 就是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的东西 那最后你是立法会议员 就是法律 法律 法律的问题 我觉得 香港过去看东西 其实只看完p就完 对 对 那你消化不良 是 只是硬下去 p也是看得一半 对 即是黄p还是蓝p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不行 Garry说不行不行不行 你的p、e、s、t、e、l 全部放进去 然后 搓匀它 这样去看 你刚才的议题 就是中了这么多东西 对吧 就是说了就是臭味 实际上是全部 刚才说的政策 法律上 環保上 成本上 对 民生上 环境上 如何混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还有一个 我自己觉得 都是要问一问 新任议员 不是说那些旧的议员 有些问题 其实都有的 不过 都有问题 有改善的空间 他们可以 不是 他们可以突破这个局面 什么时候都可以更好 是的 就是 过去我经常觉得 监察议会 就是议员的天职 甚至乎你连立法会主席 梁君彥回答记者都说 我们议员问的问题 都很尖銳的 都令到那些官员 很难招架的 就是好像令到那些官员 难招架呢 就是他的成功标准 那样 那是很有问题的 这个想法 你怎么看呢 作为一位新任议员 香港的批判性思维 一直都是一个 一个trend 大家都很喜欢批判人家 有判吗 批完 批完 或者未审先判 对 未审先判 有道理 但实际上 其实作为议员 尤其是我们选委会界别的 其实大家是想大家一起 宏观点去想方法去解决问题 那这方面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是可以 大家一起谈 大家一起推进的 方法是要改变的 现在说完善了选举制度 你没有跟回 还是完全以前那种做事方式 或者那种模式角度去做事 这方面要改变的 但是怎么改变 相信大家模合得差不多 应该整个版图就会出来了 你是少数在选委会界别进去 有做地区的经验 是吧 亦都有不同的持份者 因为在过往 其实你都会暂在最前线 才发声的 是 其实未来你会专注于哪个政策反召 其实我觉得民生方面 我们要填自己想有哪些委员会 是吧 自己都要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民政一定是我其中一个重中之重 包括其实未来会不会是民政 混合去青年呢 地区加青年局 如果真的是成事 其实两份都绝对关我事 自己本身有地区经验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更加 但是一个大家好 因为你始终如果要了解政府 如何运作是失事的 不是说你哪一方面有专家 你连到你会识做 或者知道中间有些 骄傲的位置如何去推进 这方面我之前 已经用了十二年时间去做 大概都摸到什么情况 接下来怎么去推呢 就已经是我自己有想法 大家其实看到我 第一任做医员 第二任做医员 其实做法已经很不同了 第一任学习 第二任开始推药 那我才推药 其实不是推不到的 为什么以前在区议会 整二十多年都推不到的东西 五年都能够做到呢 用方法 所以有些新思维去推药 加上可以与新朋友一起去做 你一定可以做多些事情 那我也真的听过一个 被人取消的资格的医员说过的 争取到你就下次不能骂他 都有这些想法 这么消极 难怪被人取消资格 等于争取 不是完全等于 接近争取普选的路 其实是放在那裡的 你硬是说这个是假的 硬是不要的 那不好意思 你现在是不是输突 是的 你也不知道是输突 你现在被人剝青光 那你还要不放弃 那你继续输下去 我经常都不明白这件事情 不是说我态度很恶劣 你觉得你不肯认输 其实输是很客观的 是的 那我唯有态度 其实你输了 你不要怯了 放下你的仇恨 是不是你就可以接受 如果你在政治上 终于整天哼哄你 你根本就不要跟我讲政治 没有的 这件事情 大家要努力自己砌一些东西 才行的 没有人有空去哼你 很政治现实 但事实上 过去一段时间 积累了很多元气 你说你想做文静清理的工作 怎样去令到 大家都可以更加 愿意投入多些 了解多些 其实做区的经验来说 你之前想到多宏观 解释得多美好 那些人都不会夹到 因为他始终不是你 你唯有一路推进一路做 其实这件事做了出来 他才会 看到才知道 是的 你其实之前解释到多美好 他都会 我听了他的概念 始终不是你 他不会太明白的 所以你也不希望 别人一定明白你 但是你便继续推 你觉得这条路对 你做得对的 你就继续做 你做得出来 有个结果 大家再评论而已 这个我觉得 都希望任何议员 可以做得到 因为反过来 你刚才说的那件事 正正就是 官员目前最大的困惑 我不是想闭门造居 但是东西未出街 只能闭门造 不是 不不不不 然后做了下去 如果你们是给到一些意见 叫他快点改 我相信他们是肯改的 嗯 不过过去 就是已经被人 踩到变地底泥了 很可憐 我怎么改 我改不了 被你按 就是那种状态 对 所以如果你说 不是我们由解困为本 其实这件事 不如这样改 大家好了 你要多少时间 你说 对 一定要沟通 沟通得顺畅才可以 我觉得这个就是 希望可以带到一个新的局面 但是 例如我刚才说 我们就算不招待一些 不喜欢你们的 政策上 亦是要看大范围的 那究竟新任的议员 怎样看现在 都没有参加投票的 反对派支持者呢 我回来继续和林林谈 好了继续和新任议员 水位会界别的 林林谈一谈 我觉得水位会界别的一个新事物 都是很值得期待的 尤其是你过去给人的感觉 就是地区直选 他无可避免 都是比较要政策偏左一点 是 因为基层的票很重要 功能组别 就是无可避免偏右一点 因为老闆 老闆解变多 有门和逼力 是 但是选位界别 我觉得真的很巧妙 因为40个当选的议员 除了一个不过签之外 其实39个过签票 是 意思是五个界别 既要拿到提名票 也要拿到一定数量的票 1400多一点 就是一定拿到五个也有 五个界别是什么概念呢 各位 你们不熟选的界别不要緊 但是未来会很熟 因为特首选举 就是说一 我觉得应该是平均身家最高就是一 然后二 然后三 然后四 然后五 所有阶层都要拿到某些支持 是 除非你不想连任 是吧 你不想连任 我只是主打一个界别 你也可能不够票赢了 你也不会过到1000票 所以你们的界别 本身的设定就是 我要五个界别都关心到 是 我才会当选 而且我要在我任来 都要继续关心五个界别 我才有机会连任 这个设定竟然没有什么人讨论 竟然是 大家只看哪个是哪个派系 哪个是 文建林有多少票 算了 我真是想说 但是我说这个设定 值得咀嚼的地方就是 你们也希望看大范围的东西 不是只看左 不是只看右 那怎么看对价呢 对价怎么办 他们索性 不玩了 不投票了 湯家驊就一脚踩下去 你们自暴自弃 不要了 湯大壮 他们会更生气 他们会更生气 是吧 会是这样的 那怎么办 你会怎么面对它 因为我觉得区议会 就是这个问题 你黄丝阵营大胜 但当选了就不可能是这样 当选了就希望可以 团结一致 就算你说美国这么分裂 拜登上台 他也是咀特朗普 他也是要为全国人民服务 你应该是为全港选民服务 你这群黄丝的议员 就是不懂得 其实我都 如果那些蓝丝公公婆婆 我都照顾着她 是吧 那可能已经 不是这样了 你也同意了 其实是 有些人就误会了 我们选选位价别 就只照顾那1448个人 就不会照顾其他人 这个概念下肯定是错的 可以捉下去 是错的 那1448个人 他做了他界别的选位 他后面也要跟人交代 这件事是一个很实际的事 你说社团也好 社团嗨 他做社团首长 可能他只有那几个 但是他后面是有很多义工 他们都会去跟他们说 其实情况 有点像我们的民建联 在18区有办公室 那我们18区收到那些讯息 就被支部 支部再上总部 总部再去咀嚼 和研究部搭配 才能够出来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这个才是选位 选位界别的每个人 其实最重要 就是说 其实我们这次去听 又未必真的完全偏了 说左还是右 或者怎样 很多全港性的议题 其实大家都关心 在这么久以来 没有推动 我听到最多 很搞笑的是生育率 问我中类 不停问生育率 接着就问老人家的问题 就是人口老化政策 究竟怎样搞 其实生意也好 人力资源 又是说得非常之多 工会究竟跟一些老板 他们的冲突 我想多请一些人 外奴行不行 我真的在香港请不到 没有人做 他们就说 你不要搞到我们的饭碗 这方面 是否可以设计到一些平台呢 其实我觉得 在我们选举期间 其实已经看到 有一些平台 或者跨界别平台 是我们可以帮忙 设计的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这是阶级上的分野 甚至乎 几样的 比如说中医 我也跟中医说 中医有些东西 会不会跟游戏混合 之前不会想的 但其实可以 养生女人 又不能搞 就是 真的 对 你当韩国娱乐 又可以 很多这些东西 但我意思是 这是所谓 是经济阶层的分野 如果是 譬如说 那个蓝黄分野 你觉得短期内 有没有夸越 或者 现在有三个说法 第一 就是 不要理他们了 不要再刺激他们了 有一班是这样的 有一班就是 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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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班就说 你都要安抚一下他们 现在都大局已定了 你觉得这三个说法 你怎么看 我想你不要将市民 一定要分黄和蓝 最重要是你作为议员 你要做什么 你作为议员 你要解决民生问题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都拖到这样 那你是不是要处理呢 你要处理的话 你直接就着问题去解决 你不要就着人群去解决 就人群解决本身 你已经有问题了 答案是没有分颜色的 我经常都说 答案本身是中性的 是 知识正常的 其实你刚才说 林林说的点是 第一 如果你有意愿办事处 你打开门后 难道你进来 你先问他 你难以望 没有 没有的 我经常帮对家 其实以前我明知他是 对面 有什么帮你 法律意见可以 进来我觉得不用蓝黄 但是探热 你不要红就行了 其实是这样 好 一定送我去医院 我也要帮你按一下 但我觉得 什么时候你都要走出 总要有一个人走出那一步 我自己也期盼 我们有这么多新的面向 新的医院进去 这一步一定是小包袱的 愿意走在前 走进去 而且就过去 我们现在做IT 很流行的 去中间化 就是由厂 直接去到 最后用户买家 中间不用跟 我们同样地 政策都要去中间化 对 入去学校 入去市民 大中道 问他怎么看 听他怎么说 聚绩 但这些其实不是单纯 做生意有的一种经验 做区都有 有的 我们经常都叫官 以前 事实上 因为你做过一段时间的区议员 现在有一个新的崗位 而且过去你都在各大媒体 你都会走得比较前去为 唱好香港故事 是吧 即将来这一点 走进去社群 走进去那个界别 你会不会有机会 都除了不要只说自己的政党 其他政党 大家可以一起想一些事情 一起做 想起来的 因为其实今次的选位界别里面 我们五十一个人 大家一起 天天 好像鸡精班 不停地去见 其实是非常友善的 是 非常友善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大家看谈谈如何合作 因为有些事情 你一个人一定做不完 而你想的也一定 一个人想不完 那你怎么跟其他人合作 我们青年界别也有很多 有几个都是青年 我自己全个青年 我们有两位 但全个青年背景 都不止两位 那大家其实可以一起去合作 看有什么可以推动到 其实青年问题 我经常都觉得 不应该当成一个问题 而是应该当成 我们可以多做一些 令到大家的 那个向心力再强 你说一下 我不知道 五六年前 做节目的时候 我已经说 你再说青年问题 你经常当成问题 那不是吧 就是很有 很有问题 有没有再好一点 就是你不会解决到 因为其实没有青年问题 是有上一代的问题 所以搞到青年有问题 对吧 想法不同 对 你不断说青年问题 你当成了问题 不好意思 青年当成你是问题 对 你阻止他 对吧 一定要这样想 才行 那怎么可以令到你成为了答案 那他便会成为你的答案 有没有 有时候我觉得是这样思考的 当然了 这个我们也是所谓 在围内 特区境内 在国家的框架之下 可以这样思考的 但我们最麻烦 香港真的是一个很开放的城市 有境外的势力 基本上叶太太不害怕 他就常常会去外国 其他人有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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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知道是去外国 还是去外国的 你知道吗 那些 有些有这样的定义 譬如你这条国际线 你会大概跟我们说一下 其实没有 我一直在国际线 他找我访问 我从来都不会拒绝任何人做 你自己相信的你便说 他怎样说你 你便说不是 就是这样 那你国际传媒 今次就着选举 你不如都用广东话 说一次给我们听 究竟你怎样回答国际媒体 关于今次立法会的选举 很简单 他们说 你们好像没有选择 没有反对派 不是 很简单 我荃湾出来 新界西北 都是当时 新界西南 都是当时19年 赢出来的一位议员 而他的立场 也非常鲜明 其实是反对派 其实各个区都有 大家要理解这件事 也有很多机会 是不是没有呢 或者整个多样性 是不是没有呢 我们40选威夷 有13个女性 为什么你们不说 你们外门 不是很喜欢说 这些女性的力量 所以其实要公平一点 我想我和Gary 今天就跟你说到这里 等你真是第一条 调查询 差不多出街了 可能我要请你上来 好 随时 再说一下 因为我觉得看着一个 新任的立法会议员成长 看着他的道路怎么走 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今天多谢你上来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再来邀请 过去我们如果要从政 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在区议会选举 作为一个政治摇览 然后进入立法会 琳琳在地区的工作 其实大家都知道 她有很多创新的思维 但是只有地区工作 是不够的 我们希望新一批的立法会议员 他们当中有来自专业界别 也有部份是学者 我们都见到有一些是来自商界的 大家是否可以走在一起 用一个新的思维 不单纯是我们自己党派 我们大家跨党派一起合作 用新的思维做新的政策 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 我们希望大家很短时间 就见到我们这批新的立法会议员 做出成绩 为我们香港的下一代提供更好 更舒适 更适合他们发展的空间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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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譚 要 튕hips 读你